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苏总 搜索地团不必要拉丁是不是用火厂呢 请问苏总营运产品是不是吃死人了 苏总 网上有很多受害者发布的视频 你看到了吗 李管家 干的漂亮 赵公子 好戏还在后头 小蓝龙由人偷高 哎哟 苏总是吧 你坐我车手机落我车上了 嗯 兄弟们大家一直上抓住这个女儿 别人来跑了走 你别乱来啊 你们干什么 他妈是什么人 就老子滚开 我看该滚的是你了嘛 收了钱就故意抹黑 苏氏集团 在晚上造造谣也就算了 他准备闹到这儿了 有种就把你们背后的老板给叫了呀 你胡说什么什么造谣 说说说说清楚 我女儿就吃了他们全体吃死的 谁造谣了呀就是 闭嘴吧你 他女儿你也有脸说这种话 独夜游民一个 连老婆都没有 你哪来的什么女儿啊 你刚才说这些人造谣能详细的解释一下吗 请问你是宋氏集团的什么人 你说的话可信吗 你们要是不相信我 总应该相信青山资本吗 青山资本 是那个全球最大的投资机构 没错 青山资本此次入驻海城 早就已经选定了苏氏集团 作为他们在国内投资的第一家公司 要是苏氏集团有问题的话 难道青山资本审查不出来吗 照你这么说 难道真的有人在背后抹黑苏氏集团 那你们就要问问他们 你敢不敢说实话 请问你们真的收钱了吗 能不能告诉大家 你们废墓的老板是谁 兄弟们忘了我们来的目的吗 大家一起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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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晴 你的手机 谢谢 看一下了 你好 我是青山资本负责人 小晴 刚才这个人你见过吗 小姐 我也没有见过他 那他为什么会提前知道 青山资本要给我们投资 小晴 你马上给我查 我要知道这个人所有的资料 是 小姐 刚才那小子哪儿来的 可毁我的好信 我不清楚啊 查 马上给我查 是那回他组的八代的资料全都给我挖出来 是 party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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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见地尊大人 龙门战神苍越 拜见地尊大人 拜见地尊大人 起来吧 地尊大人 按照您的吩咐 刚才我已经安排专人 与苏氏集团苏小姐接触 苏氏集团当前发展势头强劲 的确是我们青山资本 入住海城投资的首选目标 不错 那别忘了 还有其家都能赔一投资 地尊大人请放心 一切早已安排妥当 地尊大人 这五年来 您已经暗中多次 帮助过您的妻子 齐欣欣小姐 又硬生生把其家 抬到一个本部 属于他们的高度 如果再给他们 这百亿投资 会不会 区区百亿投资而已 算得了什么 地尊大人 当前居山资本 在海城招商一次 投资大会 我们邀请了 全国知名的企业家 以及财团的负责 您是否亲自参加 到时候再看 我先给我老婆 抱个心 我先快点 我先给我老婆 7公里 就像这1公里 4公里 1公里 1公里 8公里 12公里 1公里 喂 怎么了 喂 老婆 你现在 怎么啊 仙荣 您能非我老龟不找你 不管大了 我们走吧 现在查我老婆在哪 立刻 马上 苏总 我查到那个出租车司机了 说 她叫叶晨 五年前来到海城 后又入坠齐家 娶了齐家的大小姐齐心如 但是她这几年一直在开出租车 问问我们 至少据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 她应该没有什么特殊生 不对 这个人一定没有那么简单 苏总 要不我们当面去问问她 你知道她在哪 据最新消息 她正在前往太和山庄的路上 她的妻子 昨日也拿到了 青山集团的百亿投资 正在太和山庄 提前召开清雲宴 还邀请了海城的 各大世家门楼出席 太和山庄 是我们苏家的产品 没错 是苏氏经营多年的 一家高端汇税 有意思 背车 呦 这可不是齐小姐 恭喜齐小姐 拿到青山资本的百亿投资 啊 谢谢 齐小姐年纪轻轻 就如此所为 前途不可限量 来 听闻这次青山资本 能与其家大神合作 零少共同货 唉 对于我来说呀 能帮上新荣 那是我最大的人性 来 谢谢各位 把手放开 把手放开 站住 你这废话 怎么进来的 盛天 我来找你姐 你还有脸来见我姐啊 我是她丈夫 我为什么不能找她 赶紧滚出去 我可没你这样的姐 齐生天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意思 你还不明白吗 五年了 你在我们齐家混吃混喝了五年 到现在还是个只会开出租车的废 你也不撒谎尿照照我自己 配得上我姐吗 我混吃混喝 在你们齐家这五年来 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挣来的 再说 我配不配得上你姐 也不是由你说了算吗 我说了是不算 但我的意思 就代表我姐的意思 既然你说了不算 那就把嘴闭上 我把你姐叫来 让她当面跟我说 你眼睛是瞎了 看不见我姐正在招待客人 我警告你 让你给我鼓鼓去 今天宴会上来的可都是 海城有头有脸的大人 你少在这给我们齐家丢人献脸 齐生天 别逼我动手 你无处动一下事 你出场 威武 你想干什么 妈 不是你小妹啊 是她 你给我切了 你离我多远 给我滚多远 你离婚 这是心如的意思 谁的意思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跟我女儿已经不是一个层次的人 你那个癞蛤蟆还妄想吃天鹅肉 你觉得很可能吗 癞蛤蟆 你说我是癞蛤蟆 没错 在我们齐总眼里 你就是一只癞蛤蟆 现在我们齐总可是海城炙手可热的商业行星 被无数人追跑 就连四大家族现在都封他为做上宾 哪是你 一个只会开出租汤的废物 不是癞蛤蟆 是什么 你的脏手拿开 这应用你说话笨 看这样子 你是不服气 没错 我就是不服气 你们以为齐家能有金钱的辉煌 都是他齐心如一个人的功劳 这些人 要是没有我们暗中帮我们 齐家早在五年前就已经灭了 夜城啊 夜城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漂亮 你怎么不说 这次我们齐家能拿到青山资本的白亿投资 也是你在暗中促成的呢 还真说对 齐家这次能够拿到青山资本的投资 都是我一手促成的 闭嘴 你个废东西 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我敢在这里大方爵子 我警告你 你可把这离婚信仪给我欠呢 然后我给我滚蛋 你自掏控制 好 你要欠 也要齐心如她亲口对我说 我就在这儿 你想听什么 心如 你真要和我离婚 是的 为什么 难道你也觉得我配不上你 是 好 齐心如 未免也太高看自己了吧 到底是我高看了自己 还是你太没用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姐 跟她说这么多没用 她刚才还吹牛说 咱们齐家能有今天 是因为她的功劳 甚至还说 咱们齐家能拿到青山资本的百亿投资 是因为她的帮助 热成 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种话 我努力了这么多年 好不容易让我齐家走到了今天 你一句话 就要抹杀我全部功劳 你到底想干什么 齐家与青山资本的百亿投资合同 可是林少爷帮忙促成 你一个井笔之蛙 也敢抢林少爷的功劳 你说什么 林少 没错 我们齐家能拿到青山资本的百亿投资 正是林少爷 在背后帮忙 林家 可是海陈四大家族之一 既然 话说到这里 我也不怕告诉你 林少爷一直哀慕在我们家西里 并且多次提出 要跟我们齐家联姻 我正在考虑啊 要不要答应她 歇如 这是真的吧 当然是真的 叶成 林少爷 我说你早点认清现实吧 你跟心如呀 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你说的没错 我不仅和心如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和你们 都不是 尤其是你 漂亮小丑一个 你还在我面前叫嚣 你 一个废物 竟敢羞辱林少 可不告诉你 什么狗屁林少 在我面前 他算个什么东西 够了叶成 林少爷 只是让你认清现实而已 有什么问题吗 倒是你 不知好歹 不可理 你要再这样闹下去 我只会跟你在瞧不起 好了行 没必要跟他一般见识 今天啊 可是你的大好日子 我刚才已经亲自给秦爷打过电话 秦爷说他会亲自上门来恭喜 你就不要因为这个废物 搞得心情不好 秦 秦爷 是海城之谱的那个秦爷 他也要来 没错 秦爷告诉我 今天晚上会亲临宴会现场 太好了 秦爷今晚给我真忙 亲临宴会 你真是给我们喜家偏大的面子 李少爷 太谢谢你的 你真是我们喜家的 哎呀 哎 这算什么 为了幸福 我做一切都是应该的 听到没 海城之谱秦孝如 秦爷把他叫到了 你这种废物 最好别在这里碍眼 赶紧把这部鞋一抢的滚蛋 哈哈 我碍眼 好 今天就算他秦孝如来了 也得给我跪下 叶辰 你好大的胆子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居然敢凶恶秦爷 你一个废物东西 你知道全眼是谁吗 海城之父 那位可以直面高高在上的地宗大人 他一多久 整个海城都要随着震动 你敢羞辱他 你是找死 叶辰 你自己找死我们不拦着 可你别连累我们整个群家 叶辰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狂妄了 在我面前大放厥词 春雪牛也就算了 现在秦爷都敢得罪 你是真的不想活了吧 我说的都是实话 是你们不信我 好 小子 既然这次你自己找死那位 就不拦着我 不过对付你这种小流浪 根本用不着秦爷本人出事 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 就让你从这儿躺着出去 哈哈 好啊 那我倒要看看 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好 你等着 周先生 有人在您的太河山庄闹事 马上您过来 李少爷 您的电话是打给 太河山庄大总管 周楚文 周楚文 以前海城的地下皇帝 周延王 没错 周先生 在海城叱咤风云多年 那关系往遍布黑白柳 到到处都是 只不过后来验见了江湖的 打打杀杀 归隐江湖 加入了苏家 然后就成为了这太河山庄的大总管 听到了你验生 周先生已经在路 今天 你必死无疑 在我眼里 他只不过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混子 你敢自称周延王 真是可笑 叶城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是真的不想活了吗 快走啊 现在想走 怕是已经晚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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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